其实一个管理层 当他要去管理一个公司的时候 他就要很持续地稳定 他有一个逻辑的思维 让他的同事都可以追随 就是不会说朝令夕改 不会说我这一月就是这样看这个方案 下一个月我不拜他 我又要转另一个方案 那我又说另一部分 你又说说李子想看 但是你如果太僵化 又会怎样呢 又会失去人情味 就是说这样出来就要是这样的 有时候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之下 可能有些斟酌 那个斟酌是要另一个角度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有的 绝对是很实在的情况 很多都会 当然我们一个基本 可能你做一件事 你有六七成 是按照一个常理或者一个规律 一个系统去处理某一件事 但是其实每一件事都有它不同的情况 可能有一些位置 我们要灵活一点 去到变通 这个是绝对是有的 所以 在你Motorola和IBM的工作过程里面 或者那个经验上面 有没有一些情况 就是有些时候要作出微调 我想特别是对人的方面 因为有时候你要 如何去说服别人 去听你的那一套 你就不能硬帮去卖它了 就像一个 比如说给一本书 他看得比较好 但是人始终是人 人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感性 或者是有一个方法 去令他明白这件事 这个是个艺术 所以我想 比如说特别在Motorola的时候 我是要带一班同事 去上网的标准 而当时要好 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 其实那个标准 有本书 都写在这里 我给一本书 他就完成了 就是你做完那十项 就可以令整间公司 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但是他会想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今天做的事情很好 我为什么要改变呢 这些就是靠人的交流 去解释给他知道 亦都去感染他 令他明白 令他购买 这个就是另外 就是系统以外 一些真的要用人性化 比较这样去处理的位置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电脑训练 所以逻辑思维 我觉得你应该很好 尤其是考试 考得这么好 你想考我现在 不是 我问你第二方面 你有没有一些例子 就是在人性化那边 是 反而就是说 你可以带到一个 给我们一个想法 原来人 作为一个CEO 你除了理性之外 人性也是很重 有没有一些情况 你曾经处理过很艰难 那你就把理性和人性 结合了之后 效果也挺好的 还有没有这些例子 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的 有的 因为珠寶这行 也是一个比较传统性的行业 其实在公司里面 一定是有一些比较旧的员工 而 资深的员工 是的 资深的员工 那这班员工 其实他们很需要 老板的一些关心和关怀 反而 他一直在说 的系统 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他不能进入 因为他的训练 不是这样 他的训练 可能是 过去他也是 跟着老板 去到很中心的工作 而他的知识 是这样的 取得回来的 但是你今天 好了 新一代的人 走过去 各个导演大学 很系统的 跟他说 一套的理论 其实他们是 不会明白的 反而 就是 不能够 跟他们融入 所以我发觉 就是 刚才你说的 就是 特别是对着一帮 比较资深的员工 跟他们的相处 那个态度 就是有这些事情的调节 就是 突然间要很 人性化的一面 就要出来 但是人性化之余 大家 中间的信心 建立了之后 然后你就慢慢一步一步 告诉他们 其实我是要求这样的 其实如果你可以 作出这些改变 我们就会 做得更加好了 或者更加配合 现在公司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他们又会 比较容易去接受 和肯去听 也有成功例子 在公司里面 我觉得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 很尊重 而且 觉得这些 舊的员工 或者做得久的员工 其实是我们的资金 是我们的保密 只不过 我们一定要 如何发挥 它的宝藏 然后配合 现在新一代的思维 如何新和舊融入在一起 这是一个最成功的情况 所以我们能够成功 那么 我们能够做到 对我做一个 一个大展露 PRIVAC 我们可以做的